你可爱上叉弹 被狐狸给吃得很失败 腿没断 开始行动 好 上车 出发 今天我们主要是对哈尔贝亚地区的普世园林进行监测 还要协助南京大学的学生 做普世园林面部识别的一个研究工作 这拐弯就到了 来 兔子别跑了 我们在这统计 然后你来记录 三公六母 两只熊的 七只瓷的 这太阳照着身上也不暖化 还是冷的 这可能是被狐狸给吃的 伤口你看从背 对不对 对不对 脸部 脸部那块有了 这个就不用动了 狐狸猎食的 到时候它肯定还会回来再吃 大自然会分解它 走喽上车 出发了 野生动的顺情强的 哎呀 就不用下车了 下来就这几只 吃的 吃的 一二三 四五六七 圆灵和这些牧民都比较熟悉了 这些房子它经常在这儿它也就熟悉了 所以这个环境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话 它和人类离的还是比较近的 对 那有两只 对 那有两只 等一下 看一下 一熊吃雌 哎呀 光是白屁股 桃仙的屁股 走 我们下去看一下 小羚羊 有个诀窍 就是要看到它的白屁股 来 你也看看 小羚羊 所以说你们这个做的话就是有点难度 现在有点难度也要做 就是得想办法 嗯 吴咏林他也是待了这么长时间 他这个大穷的这些小羚羊他也不是很近 除非是就个个体一两只 从小他这个救护的那样非常大的还可以 我在身边我放一些他们喜欢吃的食物 不能幼食 不能幼食 眼神动物千万不要幼食 幼食你的这个东西就很失败 已经是失败了 就说不管你做的 改变了它本来是习性观 是啊 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下你才去要研究它 你要是 你包括这个拍摄一样 你要去幼食拍的照片 再漂亮 如果别人知道你这个背景以后 你这个是很残忍的一张照片 这种做法一做出来的话 国家也不会批准 我们这边也不会批准 对啊 就是有背伦理道德的动物伦理和动物福利的事情 我们也是不能做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 你就拿高背的镜头逐步接近 然后让它适应你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它跟人 现在目前来怎么说呢 刚才我们也讲到草原上这些牧民为啥跟它非常近 因为它长年累月待在这 首先它们之间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 所以以前这个野生动物包括当地的人为啥能接近它 包括它身上穿的服饰 它的气味 说到气味 有没有可能我在身上抹一些羊屎羊尿 可以尝试吗 可以试试看 这个人家做过 人家科研员做过 这个可以 不是原理不是 别的物种 这个道理是你也相同的 可以试一下 但是也不要刻意 是吧 你还是尽量说是 把自己收拾干净一点 然后逐步逐步的去适应它 接近它 先尝试吧 因为你这些都是研究共作 也不是说是必须绝对的这些事情 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咱们 一些生态农礼方面的东西 包括一些规定 要求 这些能不能听明白 好 走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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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